越在意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 当一个人很缺钱的时候,就会特别在乎钱 也会因此而忽略掉更重要的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宁愿去借高利贷,也不愿意借掉抽烟 稀缺是经济选拟的一个核心概念 指的是资源的数量有限 对富人来说,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 有着庞大的财力和充裕的时间 所以他们可以任意的调动手头上的资源来扩展自己的实力 比如通过投资和收购公司来付上加付 但对于穷人来说呢 他们区乏的包括了金钱、时间、知识等等的资源 资源的稀缺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稀缺的心态 我们常说,越在意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 同样的,当一个人很缺钱的时候,就会特别在乎钱 在这方面总是容易斤斤计较 也会因此而忽略掉更重要的事物 举个例子来说,在脸书或微信上 我们不然发现一些商家喜欢打价格战 想以更低的价格来吸引客户 可是他们却忽略到了 其实消费者最在乎的是 商品本身是否能够带来的价值 而不是因为便不便宜 这导致了这些商家吸引过来的人 都是那些贪小便宜的 而不是长久的客户 自然而然的就赚不了钱了 所以稀缺的心态是导致穷人 无法摆脱贫穷的主要因素 它会造成以下几种结果 第一种,管规效应 管规效应是指 透过一个管支看东西 能看到的视野非常的有限 作者指出 在稀缺的状况下 人们会因为忙着追逐这些资源 而忽视了更为重要 更有价值的事物 换句话说 当一个人特别穷 或者是特别忙的时候 他们会更容易感到很焦虑 目光变得短浅 老子做出不明智的选择 进一步的恶化自身的情况 比如说 当一个人常常忙到时间不够用的时候 就会忽略掉身体的健康状况 熬夜 吃快餐 缺乏运动 长期下来维持这样的生活作息 就会因为健康受损而无法工作 只有因为要养病 反而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 所以在缺席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关注眼前最紧急的事情 从而容易做出损耗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宁愿去借高利贷 也不愿意借掉抽烟 然后把买相应的钱省下来 拿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或是还债 因为选择抽烟就是一个眼前的利益 他已经丧失了抵抗眼前利益的能力了 同时稀缺性还会导致人们的带宽不足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带宽就是一个人的心智容量 包括了认知能力 决策能力 执行能力 以及抵抗诱惑的能力 你可以把带宽能力 想象成一个手机的RAM记忆体一样 当RAM不足的时候 手机运作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出现闪退或是当机的问题 同样的 穷人长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财务压力 比如担心下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用 信用卡载已经逾期了一个礼拜 超市明天有大减价 要赶紧去囤货等等 这些压力所带来的焦虑感 无时无刻的都在干扰着他们 造成无法专心眼前的工作 当然了 他们也没有精力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投资、学习和运动什么的 都不会得到重视 另外时间不够用的朋友 则会因为手头上的工作太多 而感到很压力、很无助 既然导致工作效率和表现大受影响 所以稀缺的心态会造成带宽不足 让我们在心理上过度复合 而无法专心的把一件事情给做好 那我们要如何摆脱稀缺的心态呢? 这里好业给大家提供四种方法 第一 刻意休息 前一阵子我就有收到了一个粉丝留言说 他觉得很难不熬夜 因为有工作就不得不熬夜了 我便告诉他 你一定要学会刻意休息 不然压力会让你更容易的陷入稀缺的心态 让自己变得更傻 越来越无法抵抗短期的利益 不幸你问问身边有熬夜的朋友 他们是不是都有对短视频上瘾 爱吃垃圾食物 爱轮花钱 又或者是抽烟等自我放纵的习惯 因为熬夜 压力让你憋得太久 所以一看到短期的甜头 马上就会想要扑过去得到它 满足一时的快感 而且它还会让你更容易受骗 因为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而不会去思考更多背后事情的结果是什么 因此当你觉得工作繁重 倍感压力 经常要加班熬夜的时候 更要刻意给自己安排时间休息 和空出时间去做一些喜欢的兴趣 我知道你可能会想 都说了没有时间了 你还有空出时间来休息 那工作要怎么完成啊 但请你相信我 只要你刻意的给自己空出休息 和充电的时间 自然而然的 就会想办法去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更有能力的去抵抗 导致你没有效率的诱惑 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给做好 不想变啥的话 就好好休息吧 第二 节约带宽 带宽之所以不足 就是因为平时有太多的所需事物 要去做决定或是处理 导致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去关注更重要的事 比如不要为了省那几块钱 特地跑到另外一家超市去买东西 不要花费精力 再考虑午餐要吃什么 上班要怎么打扮等等 我们可以利用 如果那就法则 给自己预设一些情况机制 比如 如果顺友来找我的话 那就说我要陪伴家人吃饭 如果工作很累了 那我就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来喝 如果下雨的话 那我就到健身房去健身 如果天气好 那我就到公寓去跑步 如果情绪低落 那就约朋友去唱歌等等的 预设机制就是一个 可以帮助你不用消耗意志力 来做决定的外挂 尽量减少生活中的各种小决定 控制自己没有必要的选择 总之 减少对手税式的纠结 以及避免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就能够有效地决约我们的贷宽 来完成更重要的事 第三 支付自己 比起过多的消费在娱乐上 像是订阅Netflix 购买PS5 购买新手机等等 我们更应该专注在 增值自己的知识和财富 同时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把一部分的钱 用在买书 上课 学习投资理财上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 提升自己的思维 开阔视野 还有确保我们的财富 能够持续地增长 而投资增长财富 是我们应该趁早掌握的技能 越早开始投资 你就越早懂得积累财富 学习效应发生得越早 我们就越快提早退休 或是减少工作量 这样同样会给我们 腾出更多的带宽空间 避免稀缺心态的发生 在这边 大家也可以参考 好业频道上 有关于投资理财的 干货教学影片 比如 五个步骤 从投资新手 迈向投资高手 50美金购买谷歌的股票 以及三个步骤 轻松增长财富等等的 教学影片来学习哦 先支付自己 学习并学会增长财富 才能够减少稀缺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第四 规划未来 稀缺的心态 会导致我们 只专注在眼前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学会 设立目标 可以是一年后 要存下多少的钱 看完几本书 又或者是 好几公里的布 然后再搭建 一系列的行动计划 让自己不会迷失 被眼前的短期利益 或是甜头给诱惑 陷入稀缺的心态之中 有关于如何制定 有效的行动计划 大家也可以观看 好为之前的动画影片 讲制定行动计划 把更让你达成目标的关键 相信这个影片 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的达成目标 好了 今天有关于稀缺 让人变穷的分享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 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 就在于 穷人们的稀缺心态 它会让人们的目光变得狭义 做出透支未来的错误判断 并且还会忽视掉 那些对于长期有益的事情 而想要摆脱稀缺心态的话 我们就要 1.刻意休息 为自己繁重的工作 刻意安排休息的时段 避免自己越裂越傻 2.节约带宽 不要为了小事纠结 利用如果那就法则 帮助自己保持能量带宽 3.支付自己 挪用一部分的钱来买书 买保险 投资等等来保障财富 和提升自己 腾出更多的心理代官 4.规划未来 设立目标并搭配 有效的行动计划 来加以达成 4.规划未来 5.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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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规划未来